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理 為了要選這個台北市立委 那麼吳怡農已經要求民進黨 要處理黃成國問題 他說這不是法問題 這是政治問題 第一 如果是沒處理 不要再說國民黨有欺負金 第二是這個 整個民進黨大家對他沒信任 所以他要求要處理黃成國問題 那民進黨應該要怎麼處理 那說到黃成國 有人說替黃宏威輔選的葉林傳 我們都不是黑都嗎 他們的老伯 葉林傳的老伯是牛浦幫創幫的幫主 那今天林淑芬說他這個 他的這個理事 他做一個這個工會的理事長 是吸血的黑道 為什麼 他這樣說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另外也有人說羅明才的老伯 羅浮柱是天道門的老大 這樣不是黑都嗎 那麼講到黃宏威 他上中國的央視 不叫我們的總統是總統 竟然說他是台灣地區領導人 所以很多人問他 你到底是國台辦 還是人民日報 還是新華社 甚至有人幫他改編了一首歌 叫做小威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看這樣貼不貼切 那麼講到黑道 王浩今天把國民黨的黑道的政治人物 列了一張表 我們等一下會來討論 什麼人比較黑 陳明通 這個除了在野黨叫他羅台以外 民進黨 許智傑羅智正 已經開出第一槍 一能夠不下台嗎 鄭文燦的論文被台大撤銷 這個事情對他當黨主席的影響有多大 另外是今天最新的新聞 那麼說賴清德決定當選黨主席 並且這個權力備戰總統 那這影響有多大是不是 今天也要來討論 高宏安在選後 那麼檢調現在已經正式約談 他的前行政助理 而且列為被告 同時 信心那題的這個博士論文已經被學校下降 高宏安早已去嗎 今天我們都要來這個解讀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第五位 是民進黨的立委郭國文 郭委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外呢是政治系教授 范士扁 范老師 范英哥好 大家好 知識的媒體人鍾連鎗 范英好 大家好 國民黨文傳會的副主委 黃子哲 范英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知識媒體人姚慧珍 范英哥好 大家好 政治評論員張藝山 范英哥好 大家好 以及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這一次也這一個高票當選的陳宜君 陳議員 范英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非常歡迎 也恭喜 好 那麼首先我們來看 今天吳范英農說 他已經要求黨中央要處理黃成國 黨內黑道 這是政治問題 不是法律問題 來 我們來看一下 聽立委補選 吳范英農在路口 跟民眾說早哀 支持者一個個上前合照 還有不少人拿出二零二零選戰旗幟來加油 拿著三年前的旗幟 三年前的別針 我是非常的感謝 非常的感動 因為這群朋友們其實一直都跟我們在一起 撒根基層 吳范英農再度向選民 傳達正面選舉理念 反觀對手國民黨 持續驚咬吳范英農跟黑道牽連 祭出無罪戰 不覺得過了兩年後的事情 需要不斷不斷地一直 繼續地再重複 一直在講 只能猜想是否是要轉移焦點 因為他的涉案 因為他對黨領域的影響 他受到開除之後 他的家屬請辭離開黨部 國民黨先出招指控 但藍營被發現 有多名議員身上都有黑道背景 不過對手王侯威 卻持續追打抹黑 更開槍吳范英農 要民進黨開除前國策顧問 黃成國 這是非常無理的一個指控 政治不是很爽的 不能因為國民黨的指控 國民黨的抹黑 我們就開始 左開除一個黨員 右開除一個黨員 民進黨本來就排黑的 不提名的條款 既然社會對現在 政治人物 有黑金背景的疑慮 也要有所高道德標準的話 那我們認為 修公職人員選辦法 絕對是必要的 民進黨立院黨團也出招 要提修法 未來只要組織犯罪 毒品槍號條例的前科者 就不能參選 國民黨補選不只炒黑道 王洪威也質疑 中選會把補選時間 縮短在60天是政治操作 但中選會強調補選最短有43天 主要是要避開農曆棉架 以及兼顧立法院會籍 才會敲定一月八號 用這樣子的議題來炒作 其實佔領了 佔據了我們的時間 來討論實質有意義的議題 那我覺得這是可惜的 烏伊農只談政策 拼正面選舉 反觀國民黨卻不斷抹黑 立委補選在眼前 誰的策略奏效還有得敲 好 大家來聽看看 烏伊農這樣說有道理嗎 他說這是政治性的問題 這不是法律問題 對於前國策顧問民進黨中常委 黃成國相關正義 吳一農要求黨中央 嚴肅面對社會的質疑 儘快提出說明 並且清楚表達黨的立場 但是在政治上 我們不能用法律的原則去處理 所以他才向黨中央呼籲 黃成國身為黨的中常委 是黨的領導人之一 因為政治涉及國家的權利 社會對於可以接受國家權利 甚至使用權利的政治人物 有比較高的要求與期待 這是超越法律定義的問題 針對輿論對黃成國的指控 吳一農強調 不但社會高度關切 也演變成對整個民進黨的不信任 他期待黨的領導階層出面 跟社會溝通 向大眾解釋 並且提出未來處理類似問題的原則 所以這個事情很關鍵 那我想請教一下郭委員 你怎麼看 黨要怎麼處理 基本上吳一農的想法 我個人並不反對 而且多數的觀點 我個人是表示贊成 但是他剛剛裡頭提到說 政治人物所面對的標準要比較高 其實不只政治人物 要被面對的標準比較高 在整個社會對於民進黨的這個標準 本來就比較高 因為民進黨崛起 是靠一個改革黨崛起 他本來就是不同於國民黨 國民黨有黑 不代表民進黨可以有黑 更何況國民黨有黑 民黨更應該要白 這樣才凸顯政黨的不同 是不是要萬見齊發 是不是馬上立即處理 我覺得端出具體內容 符合社會期待的一個內容 遠比衝衝的提出方案會比較好 我個人以為目前這些問題 民黨的領導高層也好 民進黨的從政黨員也好 不會沒有看到 會很清楚的理解這些問題的面向 但是怎麼處理呢 是不是現在就馬上端到檯面來說 告訴社會大眾說 我就是這樣處理方式 我覺得一步一步要去慢慢的處理 包括內政的問題也好 包括可能面臨的這個 修會之後內閣的一個問題也好 或者是包括整個社會黨的一個形象也好 那以及以後我們接下來要如何重新的整隊去面對整個黨務系統 選務系統的一個那個部隊要如何組成也好 這目前都是所有社會支持者的期待 也是目前為止我所理解的民進黨支持者的焦慮 我覺得作為一個政黨應該要對支持者有所交代 一滴個一定要化解他們的焦慮 誠實的面對問題提出一些具體的方案 然後告訴大家說我們重新整隊 我們重新出發 而且邁向二零二十一個重要的目標 保存是真會的切斃 真會的切斃 你的內心會希望黃成國自己先生死嗎 我覺得這個部分 國人當然他有一個問題 國人是處理方式 當時有當時的信任的關係 當時有當時的信任的關係 跟他做一些意見的交通者來說 我相信一個人想要加一個民進黨裡面 做一個重要節目 我想你對一個黨一定有一個痛心 我想大家要有一個想法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由郭大教的基本態度 這個是今天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這個提出修法主張 把將修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增定曾經犯過組織犯罪條例等五種情勢 不得登記成為候選人 影響範圍上至立委縣市議員 下次鄉鎮市民代表里長都會被規範 叫做今天的記者會叫做積極回應民意 推動公職排黑修法 如果有這五條你就不能去參選公職 民進黨會幫你拿名 組織犯罪防治條例 減速流氓條例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槍炮彈藥刀戒管治條例 洗錢防治法 但是不好意思 這是公職 我先講這個公職 因為現在民進黨跟國民黨 其實在黨內提名的時候 都有所謂的排黑條款 但是他們現在會變成無統籍來選 無統籍選你就沒辦法規範他 所以要修公職人員選罷法 就是讓這樣的人 如果大家真的對黑道參政 如此深惡痛絕的話 我覺得大家不要打假球 就公職人員選罷法把它修掉 就讓所有這些大家討厭的黑道 以後從此再也沒有漂白的機會 好那再來談到吳怡農談這個 這個事情 我認為他的理想性是夠的 講的話 很大部分都是認同的 但是他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他講的時機不對 我認為他不夠聰明 你是跳進王衡衛的戰場裡面 請問你現在要黃成果怎麼辦 你叫他失真嗎 好 如果他真的失真 國民黨會怎麼講 你看吧 黑道吧 你看吧 丟臉了吧 知道了吧 辭職了吧 你不辭咧 繼續罵吧 請問你 你這個時候你要民進黨講什麼 要如何面對跟蔣立場 你自己 吳怡農自己都講 這是政治問題 國民黨有要聽你解釋嗎 他沒有要聽你解釋 他只是要把你抹成黑道而已 就這麼簡單 你當對方跟你打泥巴戰的時候 你如果嫌泥巴很髒 你不去跟他打 那就等著輸 所以我覺得 當然這個理想是很好 問題是 你好 你就算要黃成果 你現在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逼他辭職 那逼他辭職 要用什麼方法逼 好 再來 民進黨的黨章裡面 現在的確沒有規定說 這個有所謂的排黑條款 就是黨職 黨職部分沒有排黑條款 那你說將來要增定排黑條款 OK 我覺得也可以討論 可是你要修改黨 黨職的選舉辦法 修改黨章也不是現在改啊 而且你現在改了你也不能豎集既往 那你真的要逼黃成果辭職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這個說法是很好 理想也很高 可是你在一月八號選舉 這個事情在一月八號之前 他不可能處理 你也處理不了 那你何必跳入國民黨的戰場裡面 去跟他糾纏黃成果的事情 那民進黨只有一個黃成果 請問國民黨現任中常委裡面 就有兩個黑道 一個蕭景田 另外一個是哪個議長 我相信 反正今天有人真的 就兩個黑道 就現任中常委 他們還有一個中央委員 叫做許修睿 新竹市議會議長也是黑道 這都是警政組認證的黑道 那如果照王宏威的邏輯 那國民黨是不是也是黑道在制黨 那是不是全黨 全黨朱立倫是不是也要辭職 所以我覺得 好 從九合一選舉 民進黨慘敗的經驗告訴你 不要跳進對方設定的戰場裡面 去跟他打仗 對方就是他是從趙介佑的父子的事情引出黃成果 然後你現在自己跳進去跟他去炒黃成果 因為黃成果事情可不可以討論 當然可以討論 但是在一月八號以前不會有結論 他完全不會有結論 我覺得如果真的大家這麼厭惡黑道 我是建議文宜農 你就呼應今天黨團這個提案 說我當我如果當選立法委員 我全力推動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如果大家國民黨大家有共識的話 其實這個會期就可以讓他過 因為這個會期現在還沒刷 到一月可能會開到一月十三號 這個會期就直接大家提案 禁服二毒三毒就讓他過來 以後所有有黑道前科的人 通通不得參選工職 那當然已經當選了 就不能樹极計劃 但是後來他就不行了 從此之後台灣就不會有黑道參政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你國民黨去打這題黑道 其實民進黨有很多反擊的點 但是你就千萬不要跳入對方的戰場裡面 你去跟他討論黃成國 因為王洪威跟國民黨 沒有要跟你討論黃成國 他只要把你民進黨抹成黑道治國 而且Wino有一件事講錯了 民進黨的中常委 沒有辦法參與國家政策的決定 民進黨不是一黨領政黨 黃成國過去對他年輕當然有一點爭議 但是他過去對民進黨是幫助很大 而且我跟你講 你現在要選擇 要把它切掉 我所知道的黃成國 他參加民進黨 他進行當一個黨員的時候 我不知道 但後來他擔任市黨部的財委 到市黨部主委 到中常委 他從來沒有利用民進黨的身分 去賺錢去幹什麼的 去招搖撞騙 他對民進黨是出一出的 我舉例子 二零一八年姚文治 你算代表起床 全黨都不看好姚文治 黃成國去黨委主委 我去幫姚文治站台 站好幾場 我每一場都碰到黃成國 你現在說你要逼他去退黨 你現在是要逼他退黨 他之前國策顧問被批評的時候 因為那是國家名氣 黃成國說好 那我國策顧問我死掉 不要給小英總統造成困擾 那你現在是要再逼他退黨嗎 我覺得好像 而且我跟你講就如同我剛才開始 他不管退不退 國民黨都不會停止這個話題 這個是汪浩 汪浩 他今天寫 他說國民黨的黑道俱樂部問號 有誰 蕭景田邱義盛 葉林傳 邱義盛中常委 許修瑞 中東景 陳建賢 何勝峰 潘依全 沈中榮 他說原來國民黨是黑道俱樂器 好 那他們分別犯下了什麼事情呢 來 我們先看葉林傳 台北市副議長國民黨中央委員 老闆牛浦邦 創邦邦邦主 叫葉明財 辦公室主任黃秀玲 曾經招募犯下月電殺警案的主嫌 萬紹成加入國民黨 葉林傳當時說 我不知道這個事 我們看邱義盛 前桃源市黨部主委 桃源市議會的議長 他是國民黨中常委 OK 涉及賭博電管案 再看這個許修瑞 新竹市黨部主委 新竹市議會的議長 四海幫海峰堂背景 涉嫌違反殺 違法殺死場恐嚇不從廠商 判刑六個月 二零零零五年九月 被提報自憑對象 自憑對象是不是算歐兜的 對 陳建賢 新竹縣黨部主委 新竹縣議會副議長 自憑專案遭到管訓 中東警 前苗栗縣黨部主委 苗栗縣議會議長 自憑專案被管訓 涉嫌殺人為誰 涉嫌傷害致死 判刑三年六個月 何勝峰南投縣議會議長 這都是國民黨的 涉及農會選舉恐嚇暴力案 二零一年案件無罪定業 警方提報為自憑對象 潘依全南投縣議會副議長 介入農會選舉恐涉 涉嫌恐嚇 九二一地震後 涉嫌突立特定廠商 警方列自憑對象 兩千年準備潛逃出國 結果被逮捕 蕭景田 彰化縣黨部主委 國民黨中常委 這裡國民黨中常委 涉入殺警案 依遺棄 私體罪判刑 沈中榮 分寧官議會議長國民黨的 一九九年涉及 企圖廠貪污弊案 庚三審改判 違反商業會計法判刑八個月 然後沈中榮最出名的 其實不是這條 最出名的是以前跟張榮 在街頭拿槍火拚 二零一三年毆打公務員 被判刑四個月 張俊 不是我講的 張俊因為他是華年 官議會議長 本來是國民黨籍 今年改五黨參選 他涉及LED路燈採購弊案 貪污案判七年八個月 現在上訴二審中 我想請教一下子澤兄 這個黃成國是民進黨中常委 你們說他欧洲 你們這裡兩個 不是 這一些剛才舉的例子 他可能是過去 他有一些犯法 而且被判刑定驗 簡單講有些更生人 但是有一些案子 是根本就還沒有判完的 那比如說剛剛講到 這個葉林傳就是臺北市議會的副議長 葉林傳 事實上他現在講了是他父親 不然就講他辦公室主任 他本身 你就是這個人中常委嗎 不是 我講完 那我意思說 這個要講 要講到本人 不要再牽托到其他人身上 那這個 我坦白講 這個標準是一致的 我想剛才特別說到 民進黨跟國民黨 事實上黨章裡面 都有排黑條款 那排黑條款是針對什麼 就是如果你有犯下重大案子的 尤其是貪賭案 重大刑案 那你就不能被提名為公職候選人 這個國民黨從來沒有 這個違背過 我說定了以後 就是按照這樣去做 那黃成國他現在會鬧得沸沸揚揚 主要的原因是 他不僅是國民 民進黨的中常委 不要忘記2016 蔡英文總統執政以後 就把他聘為國策顧問 所以他是參與 某種程度是參與了國策的運作 我認為這個 國策國會參與國策運作 這也太下 好啦 如果我們覺得這樣OK就好 沒有 那繼續聘 把他聘為執政也可以 這個之前我們在國民黨 我們實務算一回事 國策國 最終那都是一個虛弦 一個榮譽值 我不曉得黃成國是哪一個 是對國家哪一個貢獻被聘為 看起來就是坦白講 就選舉有功啦 就在英系裡面 這個幫忙選舉等等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後來還發生了 不要忘記 趙映光 趙介佑那個事情 趙介佑甚至是販毒欸 他當時還是台北市黨部的黨代表 這兩個跟黃成國有什麼關係 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他們跟黃成國還真的有關係 所以我要講說 現在如果要扯說 國民黨說 我們這個裡面也有說黑的 第一個你要罪證確鑿 第二個 即便他們可以擔任黨職 可是他們不能去參選公職 甚至你看哪一個有什麼黑道背景 被聘為國策顧問等級的 所以當然每一個政黨會面臨 我覺得現在社會 好像說國民黨扣六十分可以上台大 民進黨必須要扣八十分才可以上台大 我又沒有 國民黨 還要扣考試沒有作弊 國民黨來的 之前大家也覺得很多什麼李信蘭 國民黨的這個支持者 藍營的支持者對國民黨也是很嚴格的 我們之前也敗選過 也是覺得說自己支持者 好像沒有出來投票 沒有資格等等 指責你講了這麼多 你還是沒有跟我們講黃成國做了什麼壞事 黃成國過去確實是黑道背景 你們蕭景田過去也是黑道背景 你們還提名他選立委 還讓他當議長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黃成國做了國策顧問 我認為這是小英最大的外比 他已經辭掉了 你現在要講他辭 他做過沒 那你覺得立法委員跟國策顧問 哪一個比較重要 國策顧問是部長等級 立法委員不重要 不是啦 你要扯這個OK啦 我覺得民進黨如果 或綠營的朋友是要用這樣的方式 用這樣的標準來看待 那民進黨就繼續 繼續這樣成為 我請教你 因為王洪威問吳怡農說 你敢不敢建議民進黨開除黃成國 有一個旅美的學者翁達瑞問說 王洪威你敢不敢建議國民黨開除 殺人黨員 買票黨員 貪污黨員 涉及不法行業的黨員 到中國看閱兵的黨員 在中共電視台矮化台灣的黨員 咦最後那個不就是王洪威自己嗎 那我問你 我們先不要請王洪威打 因為王洪威不在現場 你來你來建不建議開除 沒有如果有違反 違反黨章的 違反這個排黑條款的等等 當然要開除啊 那如果只是社會觀感的 這個社會各有評價 各個政黨各有評價 社會觀感的 當然啊 不是你要嘛就要實質違法 違法就要就是說 比如說違反黨紀 那黨紀就要處理啊 不處理的 當然社會就會對你有負面評價嘛 我覺得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是 剛剛的葉林傳 說是 剛剛是什麼牛浦幫老爸 他爸爸嘛 然後剛剛念出了他的相關的一個事證 然後子澤哥說 那是因為他是爸爸 不能爸爸的事情 你不能把他變成是小孩子有問題啊 我老天啊 爸爸的事情不能算是小孩子的事情 結果黃成郭 那個趙家的事情 可以把他跟黃成郭結在一起 然後說 因為你是台北市黨部 你連你的黨代表 怎樣都不知道 做老爸 做兒子 不能做會 你有市黨部跟你的黨代表 那也差太遠了吧 連性都不同性 所以你知道 現在整個藍營的狀況是 藍型 綠不行 什麼意思呢 藍營的人可以 他的中常委裡面 傅 崑 蕭景 田 邱毅 勝 范 成連 全部都是All Day 沒有關係啦 我們有排一條款啊 他們又不是黨職啊 奇怪了 你們有四個都可以 那人家黃成郭一個不行 而且黃成郭他的情況 跟你們這些人 過往 大家都有一些 就是說年年少輕狂的事情 這四個還殺人耶 那你說他們有年少輕狂 他們現在更生人 那為什麼藍營可以有四個 中常委是更生人 綠營一個 如果是的話 那被講成 好像整個黨全部都是黑的 再來 現在我覺得很誇張的一件事情是 新竹市 新竹縣 桃園 南投這些苗栗 全部這個議長啊 還有下面議員啊 一堆全部都是這個黑道背景的 然後呢 藍營的支持者 這些人也全部都投他啊 所以換句話說 我其實有個很大的疑問 藍營的選民 真的有很在意 黑道這件事情嗎 不然為什麼 剛剛提到這些人 全部都高票當選 另外一個補充一個數據 現在全國有885名的現任議員 其中有136位是有犯罪前科 這136位有犯罪前科裡面 國民黨籍的議員就佔了65位 所以是佔比是47.79% 如果再把那個原本是國民黨黨籍 後來因為排黑條款什麼關係 然後又變成無黨籍這種 弄進去的話 總共加起來是有73%藍營跟泛藍的議員 是黑道 那我現在實在很奇怪 我其實是 因為黃成國到底是不是黑道 還是以前是黑道 現在不是 還是事實上 現在還是黑道 這件事情我又不清楚黑道 我不去細就 可是我的意思是 如果要用黑道這件事情來評論的話 藍綠接燃啊 那就變成 那就我非常支持 剛剛的那個排黑條款 全部都排 就全部立法嘛 所有要參加下一次立法委員的人 每個人就給我簽嘛 就是說我同意 全部都排黑 要弄就弄到底 其實這個吳一龍不是不重視這個 這個清白清廉 他說他曾經在討論的時候 就這個表示家屬 也就是那個趙映光 應該離開市黨部 趙映光是誰呢 他就是那個吸毒趙借佑的爸爸 那趙映光當時是民進黨台北市黨部 評委會的前召集人 所以他把趙借佑開除 然後他說趙映光沒有請你離開 他說也是他把他請走的 離開台北市黨部的 雖然趙映光說 他發聲明說 他沒有被吳一龍請離市黨部 這樣子 不過總之這兩個人大概就處理掉了 那這個換句話說 吳一龍還是很重視的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那葉林傳 這個台北市的副議長 浮選了王鴻威 那麼他是不是黑道呢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這篇報告 好那麼葉林傳 台北市議會的這個副議長 這是忠實在這個2017年 也就是五年前寫的 說犯下葉電殺警案的主席萬紹成 被拉近成為國民黨的新黨員 證實是台北市議員葉林傳 服務處主任黃秀玲引介 葉林傳 他是中山區的離長出身 他老爸有財 葉民財 就是牛浦幫 創幫的幫助 他說 為了自己的老爸 是牛浦幫創幫的元老 葉林傳曾經怒告 叫Google台灣區的總裁簡力豐 跟台灣公司登記負責人 妨害名譽 可是台北地檢署不起訴 就是這個什麼 簡力豐沒事 那這個葉林傳 有過多少事蹟值得討論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來我們下來看 王鴻威登記立委補選這天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同時也是副議長的葉林傳 陪同在策 傳出王鴻威 請他幫忙操盤補選 但葉林傳被翻出疑似有黑道背景 葉峰議長他在議員的期間 那麼不管他的問政也好 或者是他的這個選出也好 那麼我覺得這個都跟他的家族的背景 沒有什麼關係 王鴻威四兩勃千金 選立委要跨區中山區 還得靠地方勢力相助 然而兩年前前時代力量立委 黃國昌就曾經拍片 面對葉林傳指正立立 吃香喝辣 濫用職權 一方面是市議員這個身分之外 葉林傳在媒體上 最為著名的背景 就是牛骨幫的哨子 除了牛骨幫的背景之外 葉林傳在市議員任內 所造成轟動社會的 中國國民黨黑道入黨事件 葉林傳的背景 在補選中再被提起 讓正在追打 民進黨黑道問題的藍營 頗為尷尬 葉部議長很深 就是台北市議員 他也是台北市的部議長 我覺得民黨不要不便看的話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和王鴻威口徑一致 但有網友留言嘲諷 國民黨可以 民進黨不行 真的是雙標王 當你一隻手指責吳英龍的時候 你有事跟手指責你自己 請問你黑道的定義 到底你要如何解釋 王鴻威緊咬對手的黑道說 沒想到半天之後 回力標打到自己身上 標準顯然又大不同 好 來 鳳老師要補充 王鴻威此時應該非常高興 因為大家已經不去討論他落跑了 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我們現在完全整個歪樓了 我覺得吳英龍從一開始 他定調這場選舉 叫做正面的 正向的 然後強調是不抹黑別人 不做人身攻擊 很好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完美的一個選舉 模式 高道德標準 可是問題是你不抹黑別人 別人會抹黑你 所以當你要 你就不敢反擊 你說你不攻擊別人 別人攻擊你 所以我不要講 攻擊是最好的防禦 這種佛系的打法 我是很擔心 因為王鴻威說他已經準備好了 原來他就是把這個 你吳英龍 你的好的形象 你只有四十一歲 你是這個耶魯大學的高材生 我把你跟黃成國黏在一起 變成說很奇怪 為什麼他跟黃成國黏得那麼緊密 可是我們就沒辦法把王鴻威跟葉林傳 黏在一起 這個是吳英龍去思考的問題 你要去解釋這個問題 否則憑什麼 這兩個人是不搭嘎的 黃成國跟吳英龍兩個人形象也不搭嘎 年齡差了一大截 對不對 大家的人設也不同 為什麼一年就黏著到了 這個是吳英龍要去思考的問題 否則我們現在一直在講葉林傳 講羅浮柱 你就不能跟王鴻威黏在一起 為什麼黏不上去 這就表示什麼 你在這個問題的態度 在禮拜六的時候 他去他的母校校慶 被記者問 問了三次你跟黃成國的關係 請問一下吳英龍怎麼說 你要我 你希望我說什麼 人家如果問你三次 你要回答九次 你要加倍奉還 你不能一副好像 我不想回答 或者你要我說什麼 這就表示什麼 你的好像你不想面對 那別人就有話說了 你看吳英龍動氣了 吳英龍這個不願意面對問題 今天做一個候選人 別人的問題 再多再煩 你再不想回答 你都要回答 而且你要正面回擊 清楚的表達 可是我覺得他像他今天 他在這個面對黃成國的問題 他要求黨中央決定 問題是現在黨主席是代理 你覺得陳其邁會為了這個事情 北上一趟 把市政暫緩 然後來處理這個問題嗎 所以我覺得 從這邊來看吳英龍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是不是起碼先跟黃成國先討論 跟陳其邁先討論 我要發這個文 我要發一篇文章 拔到我的立場 那請問大家的意見 碰一下出來 你搞得整個黨洒住了 你這個球丟出去 是丟給陳其邁嗎 陳其邁講說我現在代理 我不知道代理到什麼時候 我能夠做這個 叫黃成國 你自己辭職 或我把你中常委給fire掉 也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現在不但問題 黃成國是根據一切 你們規定的程序上 對啊 那我黃成國如果我今天我辭了 而不是我做辭 我自己就是黑道 那對他來講也是情何以堪 所以我覺得在處理這個問題上 不但沒有 我是覺得吳英龍在最後一個多月 你是不是有一個 一個在整個選戰上的軍師 而不是這些問題 都沒有經過通盤的橫向聯繫 他的總幹事是誰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競選總部主委是誰 我不知道 但是我從他的起手 是一開始到現在為止 我很訝異的是 他是曾經跟蔣萬安選過 而且差了一萬多票 可是他到目前來講 我覺得他沒有辦法把整個選舉的主軸 帶到王洪威落跑這件事 這件事情 你就是要批評 這件事情 你就要站在一個嚴格的角度 提出質疑 而不是落入人家的戰場 落入人家的拳套 是 翊山雄慧 那個WENO的選戰 其實沒錯 就是被王洪威主導到 把黃成國拿來鞭尸嘛 因為黃成國是不是黑道 大家都可以被討論 但是他黃成國跟民進黨的關係 連結在一起 又跟吳營農的關係連結在一起 然後其實就要講你吳營農就是黑道 那他其實是落入了敵人的陷阱 又不自知 我要跟吳營農講的是說 黑道這個議題 他不是政治議題 他絕對是法律問題 因為黑道怎麼定義 他一定是一個法律上的一個界線 包含黃成國 他可不可以做這個中常委 你也必須好 你覺得他對黨的形象有傷害 那你也必須經過黨的程序 比如說要提中常會要通過 提到中評會中評會 然後黃成國還是有申訴的權利 那黃成國這個人 我說真的 大家都認識二十幾年 宜峻在這邊 我十年前跟他比較熟 是在太陽花學音的時候 我要幫他講幾句話 他從來沒有講過 他以前年輕時 做過一些不好的事情 他連抽菸都說 他要躲在旁邊 我每次跟他抽菸都說 我哪個兵 否則被拍到 我又要說我是黑道 他是一個非常低調的人 我要講的是說 我另外講一個人是黃國昌 大家還記得嗎 白狼在黃國昌 在做你學藝領袖 在學生在立法院裡面的時候 外面白狼來鬧 誰來幫忙擺平 擺平他透過他的 臺北市黨部的一些糾察隊 跟他的幾個朋友 去把這些黑道說 你們不要去欺負學生 就是黃成國在幫你的 那像黃國昌一天到晚在罵黃成國 對 那一年我們在中山 跟青島東路站的時候 我們弄了一個站 黃成國還捐了一個貨櫃 怕那些學生們 他們的衣物 什麼帳篷 那個睡袋撕掉 這個貨櫃到最後還變成我們的精神指標 24天不眠不休的在保護你任黃國昌崛起 你崛起的那個太陽化學運 那些學生們 所以黃成國你說對黨有沒有貢獻 這十年來我沒有聽他話一次都在浮選 包含柯文哲為什麼現在一句話都不敢罵他 2014年 當初2014年的時候 當民進黨整合成功的時候 說真的黃成國一開始是支持呂秀蓮 他為什麼支持呂秀蓮 因為他是民主前輩 所以他支持呂秀蓮 他不支持柯文哲的 等黨一直一整合成功 柯文哲出現 民進黨禮讓柯文哲的時候 他馬上辦了十二區 所有民進黨的黨員號召出來 所有的黨幹部全部支持柯文哲 誰整合的黃成國 在2016年 黃國昌你做時代力量的主席的時候 Freddy是誰提名的 是誰禮讓的 是黃成國 社民黨新黨綠黨 所有的所謂的打破藍綠高牆 那一年2006月包含黃珊珊 都是因為黃成國 作為台北市黨部主委 他輔選 他放棄了黨的提名權 他沒有堅持黨的提名權 他會不會因為這些政黨 不是民進黨 所以不輔選 沒有 他身為台北市黨部主委 他一區一區每一個立委輔選 所以黃成國這個人 我相信他以前可能做過壞事 但是他這20年 他做了什麼事 我們不要因為以前 每一個人的過去 就貼標籤 就忘記了他這20年 他做了些什麼事情 那現在被拿出來 不管是為了黨內的一些鬥爭 或者是藍營 把他拿出來作為一個 戴罪羔羊 要民進黨去檢討黑道的問題 黑道問題怎麼檢討 今天立法院黨團提出的最好 就是要從法律面上面去檢討 如果我們認為我們黨的中常委 不適合有黑道背景 那也要修黨綱黨綱 絕對是法律問題 而不是因為一句政治問題 來說要黃成國來辭職 我一句話 今天如果我是吳怡農 黃宏威提出了黃成國的事情 剛才翼山講到那個太陽花的事情 你就可以說 可能他都吳怡農的不知道 他不知道了 他應該說 如果他今天找一些人 例如說找一些像翼山的一些人來 他說繼續太陽花 對臺灣民主的貢獻 對民進黨小英當時的總統大選 二零一六年二零二零年 我義無反顧 我要幫黃成國背書 他過去他年少清黃的歲月 他或許有參與黑道 他這二三十年來 他絕對沒有 我以我當選與否 我跟黃成國我綁在一起 我有這個氣魄 如果你們今天認為黃成國就是個黑道 那你們不要投我 但他明明就不是嘛 他現在是現在進行事嗎 那個每個人都有過去啊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你今天又把這個事情 因為你今天是拿劍射自己人 那我覺得就在選前來是極為不利 他又是一個中常委 所以我真的覺得 吳怡農真的你要多聽聽 對黃成國有更全面的了解 黃老師 你若是打到高賽 我覺得尤怡農可能陪你吵架 可能 是不是 黃成國今天這樣講話 他說從一九九四年開始 他輔選陳水扁 李應援 謝長廷參選台北市長 我都投入輔選 大家都說我是好人 他一九九四年到現在幾年 二十八年 將近三十年 現在二零二零 他承認自己年少的時候走錯路 但參與政治後節省自哀 反而淪為政治鬥爭的忌平 他呼籲黨中央即刻成立調查小組 他將全力配合調查 調查期間他不會出席中常會 避嫌嘛 讓你們去調查 他今天寫很長的文章 他說我不是戰犯 但我願意承擔 他說二零一四年 民進黨極其無黨籍的柯文哲 他說一三五共 他當時他擔任台北市黨部主委 全力輔選柯文哲 民進黨思議員第一次全壘打 大家都說我是好人 二零一六年 他以四黨部主委推出 首都進步連線 支持包括吳思堯 姚文治 以及他黨的林長佐 黃珊珊 大家都說我是好人 黃成國公 二零一九年總統黨內初選 他支持蔡英文 期間他就變成壞人 兩千二零二零年 薛靈宣布參選台北市黨部主委 我沒有支持他之後 我就變成黑道 何志偉的恩怨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反而對這裡開始 對啊 黃成國公 他承認自己年少的時候走錯路 也付出代價 但是他不成魚肉相民 不成欺壓善良 參與政治之後更是節身自愛 從來沒有介入公共工程 更沒有介入都更案 當然更不可能介入任何人事官說 但因黨內形勢複雜 黨外鬥爭險惡 自己成為各方勢力 設計攻擊的稻草人 淪為政治鬥爭的忌貧 屢屢招人以出身的問題 用黑道字眼攻擊自己 令人屠夫婦婦 黃成國強調 2022年的敗選 大家都在黨內找戰犯 我也絕對不是戰犯 但如果我的承擔 可以讓黨繼續往前走 我可以承擔 我願意承擔 要求黨中央即刻成立調查小組 他將全力配合調查 小組調查期間 他不會出席中常會 並且希望黨中央調查小組 盡速公佈調查結果 以正視聽回應社會要求 來這個宜君也是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你怎麼看 對其實我承認我之前是台北市黨部的執行長 那當時候我的老闆是黃成國 那我當時候我看到他在浮選 真的是全心全力的投入 而且投入的這個狀況 真的是讓我們都感到相當的佩服 為什麼當初台北市的議員可以二十六席全部都紅不浪 那是因為黃成國從中 他一直很很就是說對黨工非常的嚴格 要求黨工在每一個區必須要嚴格的執行 服選的任務 當時候二十六席的議員紅不浪的時候 有人說過他是黑道嗎 沒有人講過啊 而今只是為了王洪威個人立委的選舉 而且王洪威他提不出任何要選立委的政策 往往就是把髒水潑向別人 來作為他服選的利器 這樣子對嗎 用這種仇恨式的動員 在成就自己的選舉 我想這是非常的不對的 那再來王洪威最可怕的是什麼 我認為他個人比黑道還要可怕 為什麼他比黑道還可怕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賣台 為什麼我說他賣台呢 他現在要選立委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過去的言論 他在央視的時候 他稱台灣的總統叫領導人 那我請問一下 這樣子的人如果未來當選了台灣立委之後 他會不會出賣台灣 我們都知道說立法院何其重要 很多台灣的情資 很多台灣的資料 就是說王洪威會不會出賣台灣 把台灣賣向中國 或者是跟中國來折服 所以我想這王洪威要選立委 提不出任何有關於立委的政策 像吳怡農他還至少 他可以說他很強調這個國防 民防跟新防 那王洪威呢 他提出了什麼 我們目前沒有看到 而最矛盾的是什麼 最矛盾的是對葉林傳來說 他不敢講任何話 他說葉林傳是民選出來的 這是他的家族的背景 這個跟葉林傳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黃成國呢 今天如果說葉林傳是四名選出來的 那黃成國他也是黨員 他選出來的啊 所以我覺得你用這種黑道來抹黑 這一次立委的選舉 而王洪威提不出任何的政策 這個我認為他不但辜負了之前投給他兩萬多名的這個市民 他變臉之快二四小時馬上說什麼不選立委啊 到最後他只好這個只好這樣子接受 因為大家都勸勁他嘛 所以呢國民黨對不起他們的支持者 我覺得胡宇龍真不賠賠 然後我覺得他真的缺乏戰略 他很容易就陷入對手的所設計的圈套 我現在還不知道他的總幹事和主委是什麼 這個是林淑芬 民進黨立委林淑芬今天給臉書翻出 葉林傳做台灣區工構工程專業營造業 同業工會理事長期間的公文表示 葉林傳利用每個鋼鐵業業幣歸會的強制入會規定 就是說你如果做工程你都要加進這個會 東協公會 強收記住他講的是強收 會員長年會費每件工程承攬金額的千分之五 千分之五多不多 很多 一千萬就五萬耶 林淑芬說依照營造相關法律 如果業者沒有加入他們的工會 會無法承攬政府任何工程 當時連國營事業股票上市公司中鋼購 以及其他業者也都沒有辦法幸免遇難 你這樣跟我們說他的小力多大吧 要繳每件工程承攬金額千分之五的會費 這種收費給做阿爸無理 葉林傳理事長還白紙黑字寫在組織章程裡面 最後被內政部要求修改 林淑芬說可想而知 正經營業的業者是不願跟這種吸血的黑道糾纏 不好意思喔 林淑芬是立法委員喔 他說你們是吸血的黑道喔 只能夠另詢出路 所以業者就不斷陳情 最後經內政部多次協調 以其他建築公會公法申請公會 才擺脫吸血公會的魔守 所以要有人還成立其他的公會 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 你知道葉林傳他們成立幾個工會嗎 公會嗎 來 注意看這裡 這林淑芬說的 當時他們利用同一群理監事名單 向內政部申請 同時成立六個公會 為什麼要成立六個公會 就是變成是 你不管去向哪一個公會 我都要抽到的意思啊 籃球投出去剛好 這裡全部都是籃框 對 對不對 那些籃框 林淑芬說 葉林傳是不是黑道 但是利用法律漏洞 壟斷公會組織 勒索業者 不好意思 一共是勒索業者 黑道一樣的行徑 不是嗎 他還附上不自殺聲明 你知道立法委員 今天叫他打他 林淑芬附上不自殺聲明說 本人寫這一篇也感覺有壓力會怕 本人身體健康與事事小心 絕對不可能做出任何自殺行為 他要說什麼 林淑芬今天叫他打他 誰打的 來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委員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好 來 我們先休息 請問告